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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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顾敏眼 善语集团总裁 我想跟你谈一笔交易 我知道你不会说话 咱们找个地方聊一下 走吧 怎么了 许念跑了 你们俩个废物 怎么能让他跑了 连个哑巴都看不住 你们还能干什么 是顾敏眼救的他 顾敏眼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走吧 看来许念和顾敏眼还真有关系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贱人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被媒体写成 私生活混乱的花花公子 我需要你帮我澄清绯闻 我可以帮你澄清 但是为什么要订婚啊 订婚 是我目前能想到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 不但能还我秦白 也能还你秦白 一举两分 我不这么觉得 你放心 我们只是雇佣关系 不会对你怎么样 过了这段时间 我们就减出口了 不如你先看看雇佣合同 按照我们公司的公关证员薪资算 五险三斤 每周工作五天 每天工作时长八小时 超过的时间 我会给你三倍的工资计算 周末正常休息 如果有紧急情况 你随叫随到 到时候我再给你调休 福利与按公司走 如果你表现得好 每个月我再给你加三千绩效 这个条件 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很优越了 请字吧 切啥字啊 训练人呢 走了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走了 对了 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就可以搬连入住 明天就可以搬连入住 各位家长的心情我能理解 现在先别说那么多 如果这个学校不能继续开下去 你们就退学费 别耽误我们孩子上其他学校 这是我们所有家长达成的共识 如果你们不退 我们就去告你欺证 许念 大家听我说 你谁呀 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也是这个学校创始人的女儿 我向大家保证 处理好所有的问题 不会耽误学生们的学业 也欢迎各位家长 监督学校的运营状况 好 那我们就先相信你 但如果学校倒闭 一定要提前通知我们 学校一定不会倒闭的 各位家长请放心 时间都不早了 大家请回吧 走了 许念 你爸是决定不卖学校了吗 还没有 那你刚才还敢那么说啊 校长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那你一定要跟你爸好好说 我们一定要为这里的孩子负责 如果学校被卖了 孩子们去哪儿上学啊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认为她好吗 我现在就听到 你听到吧 不错了 就说 我不是号研吗 若飞 我没有起来 我存在了 我可以知道 你怎么知道 好吗 那我认为 你但是我 你是不是 我 Parents 我还不站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来吧 把门关一下 你昨天为什么不告别啊 昨晚我有急事 没跟你打招呼就走了 实在不好意思 那你今天一大早上来找我 是不是也有急事 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个 订婚雇佣合同 我同意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 这么完美的方案 请自吧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你需要买下特教学校的土地使用权 为什么 你们善语集团不是想收购新粮集团吗 特教学校的土地使用权 在我爸手里 怕得算卖掉 用这笔钱来拯救新粮集团 如果你买了学校的土地使用权 那就能打破新粮的自救计划 还能帮助我解救学校的危机 这也是一举两得的计划 你没有理由不答应 我就不答应 我就不答应 再次被陷入回忆的情绪的车 心事蜂拥着往下沉 那时你总爱笑着说我好笨 却藏不住的重力眼神 牵我手走在缤纷 相拥在橙色黄昏 跟你却在浪漫时刻转身 有点亮追着为你留的灯 却轮为万千灯海的陪陈 你给的梦统胡桃星辰 只留下短暂的一层 有点亮着一盏为你留的灯 却再也没等到过你的人 突然陌生来不及追问 重逢还恢复有可能 为你留一盏灯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